好看一下 那么刚刚呢 我们这里面呢 已经呢 可以去查询了 这个支付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 你会发现啊 在这个位置 给你显示为代评价之后呢 然后呢 这里面的页面呢 还是显示这个 序复款 这个地方呢 它就应该显示为这个 代评论啊 你点击应该跳转到一个评论的页面啊 那么这一块的话 首先你在这里面 你去点开这个网页源代码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网页源代码这边 其实呢 它这个status呢 已经变成了 4啊 已经变成了4 那么关于这一部分 到底你怎么去改这部内容呢 你就可以呢 在你的页面里面去加一段GS 我根据你的这个状态的不一样呢 给你改成不同的内容啊 改成不同内容 那么这块的话 下面呢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的代码啊 首先在这里面 在这边加上一个一个GS啊 就我要去便利每一个我获取到的这个 这样一个A标签 那么变定的时候呢 我要获取它的这个status 如果它的status 那么等于 获取完之后 我就进行一个判断 对吧 如果等于一代表呢 它现在需要去支付 我就给它设置一个去支付 好 否则对吧 如果呢 这个东西呢 它是这个 已完成的话 我这 它是4的话 就是说明它要带评价 我就给它写上一个去评价啊 如果status等于5 代表这个 已完成 我们这边呢 就给它写一个 已完成啊 那么下面呢 对应到用户 如果点击它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是1的话 应该呢 去是去支付啊 去支付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呢 如果这个status 它等于等于4的话 代表呢 它是需要呢 去评价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需要呢 给它跳转到一个评论的页面啊 那这个评论页面呢 我这边已经把它拿过来了 评论页面 就在用户呢 它一点击这里面的 注意啊 我们在这边 把它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 那么这里面呢 comment view 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保一个错啊 看的引爆的comment view啊 那去看一下这个试图啊 找到我的这个order 然后呢 找到这个对应的页面 comment view啊 那么把它 拿到我们的这个order的UILS这边 看一下这个 我看一下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需要去加一个啊 这里面应该是没有做设置啊 在这里面呢 我需要在这里面呢 给它写上一个东西 然后呢 找一下这个页面 在这里面导入的时候呢 出了一个错误 对吧 那么 comment view list view啊 写错了啊 那么这个呢 找到这个故事里面 把它删掉啊 故事里面呢 UILS里面多加了一个内容啊 这个呢 把它放错了啊 把它放到我们这边 把它 把这个呢 把它删掉 然后呢 放到我们的订单里面 放到这样一个UIL的地址 那么这个呢 就对应到我们这边 去做一个订单评论的地址的设置啊 然后呢 这个类呢 我也把它导过来了 那么当用户呢 他一点击这里面回来 那么首先这个页面 点击去评价的时候 这个是第几页啊 我看一下啊 点击去评价 这个地址呢 我们看到 有没有发出一下 检查 找到这个network啊 这里面呢 说了有一个错 对吧 点击它啊 这里面呢 说了有一个对应的错误 那我需要呢 在这里面 找到我们的这个页面啊 关于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 使用了一个order ID 但这个order ID呢 我们现在没有获取到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订单ID呢 把它放在这个外面啊 这样的话 我的下面呢 就可以呢 去使用到了 这样一个订单的ID 好 我的if和else里面呢 都可以呢 去使用到它 那么这样的话 我在这里面呢 再去刷新一下 我们的这个页面 刷新页面之后呢 点击去评价啊 这里面呢 就会跳转到一个 行价的页面啊 那么关于这个评价 页面呢 下面呢 我给大家这个代码 那就不敲了啊 带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关于这个评价的页面的地址 它是什么地址啊 叫做order comment啊 然后后面 你要评价的是哪一个订单 你需要把订单的ID呢 给我跟在后面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当用户一点击的时候 我要把 我要让用户呢 跳转到 这样一个地址 那么在这样一个地址 对应的视图里面啊 对应的地址的配置里面 我就要补货 这一部分的内容 在这里面呢 去补货的用户 他要评论的这个订单的ID 然后呢 后面就会调用对应的视图 对吧 在视图里面 我就有一个函数呢 去接收这样一个参数 提供这样一个评论的页面啊 关于这个评论页面上 到底要显示什么 那你实际你看一下啊 我们看到 你订单里面 这些基本的信息 跟我们全部订单页面上显示的是 一样的啊 然后只是在每一个商品的下面呢 我需要给他加上一个 评论的输入框 对吧 给他加上一个评论的输入框啊 那么这一部分 在我们这里面呢 获取这一部分信息的话 跟我们之前一样啊 在这里面看到啊 接到这个订单ID之后 对吧 进行一个订单ID的一个 交验 好 如果没有或者是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给他调转到这个用户的订单页面 然后下面呢 我们因为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需要呢 去显示这个订单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在这边需要呢 通过类 通过订单的状态 这个数字 去我们的类的字典里面呢 把这个状态呢 给他拿出来 动态的复制给这个 order 复制给order 然后呢 再往下 我们订单里面的这些商品的话 我们说呢 他呢需要显示出每一个商品的小计 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还是呢 去便利 根据这个订单ID 查询出订单里面的订单商品的信息 然后便利这个订单商品的信息 计算出商品的小计 把这个小计呢 复制给这个订单商品的对象 好 最终出了这个循环之后 我们订单商品里面的每一个对象啊 都有他的一个小计 然后呢 最后在动态的把这个order sqs呢 复制给order 那么这样的话 在我们显示这个页面的时候 就直接呢 把这个order呢 传给我们的 哎 这个某版文件啊 传给某版文件 那么在某版文件里面 我们要显示什么呢 我们需要呢 去做一个便利啊 就你 这里面呢 其实就应该是一个便利啊 每一次便 每便利出来一个信息之后 这边呢 就应该显示这样的一块 内容 然后呢 看到我们这个订单评论的页面啊 关于这个订单评论页面之 关于订单评论的页面啊 我们在这边有呢 一个便利 那么在这里面呢 找到这个order command啊 看到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呢 会显示出 在最上面啊 显示出订单的创建时间 订单的ID和订单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呢 在下面啊 这里面啊 我们就需要呢 去显示出订单里面 有几个商品 每个商品呢 给它显示出对应的信息 那么上面这块呢 其实呢 就for order sq in order sq s便利出每一个order goods的对象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显示出这个商品的信息 就是order sq.sq.imag.uil 这个呢 是商品的一个名字 它的一个价格 它的一个单位 还有它的一个数量 另外呢 是它的一个小计 对吧 这一块呢 其实跟我们订单页面一样的啊 然后呢 哪一块不一样呢 就看下一块啊 在下一块这边 我们说 每一个商品就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评论的输入框 那这个评论的输入框呢 我们下面呢 定义了一个元素啊 这个元素 你看到啊 在这里面首先 来了一个影铺的隐藏域 那么这个名字呢 它就叫做sq.com下话线一二三或者是四啊 因为我们在便利几次就应该便利几次就应该有几个评论的输入框对吧 那么这些呢 它的名字呢 我们统一是按照sq.com下话线 第一次是一 第二次是二 第三次是三 好 它对应的值是什么呢 那么你要评论的时候 我肯定要接收的啊 它是哪一个商品的评论 我这个隐藏域对应的值呢 就是跟这个订单商品关联的商品的ID 然后下面啊 这个商品对应的评论内容输出在哪里呢 要输出在我们的这个文本框里面 那么这个文本框 它的名字呢 格式呢 也是content的下话线一二三啊 往后呢 去除啊 往后去除 OK 那么这些东西呢 你注意啊 我们通通的把它放在了一个表单里面啊 把它放在表单里面啊 那么在表单里面呢 在上面呢 还有两个隐藏域 一个呢 是订单的ID 就是你要对哪个订单里面的信息呢 进行评论 我在这里面写上一个隐藏域 它的值呢 就是这个订单的ID 那么另外的话 还有一部分呢 叫做Hidden 就是订单里面有几个商品 你应该呢 去有几条评论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呢 也有一个隐藏域叫做TotoCon TotoCon呢 它对应的值呢 就是这个订单里面 跟订单关联的这个订单商品 它的一个长度 其实呢 就是里面商品的一个个数啊 然后再往下 那么用户它输入完之后 它一点击这个提交订单 这些数据呢 都会被提交啊 都会被提交 那么对应到我这边呢 我们这个呢 Farm呢 Method等于Post 其实呢 你提交就是 向当前地址呢 发起一个Post的提交 那么在我们后台 对应的视图里面呢 就有一个专门的Post的函数啊 它呢 用来去处理评论的内容 那么关于这个处理评论内容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首先在地址里面 拿到这个商品的ID 拿到之后呢 也是进行一个数据的交验啊 进行数据交验之后 我们说 那么你的这个订单里面 有几个商品 就应该有多少条评论啊 所以我在这边 我去把这个值 接收一下 接收之后呢 我就获取他评论一共有多少条 那么评论一共有多少条的话 拿到这个数字之后 怎么做呢 我需要呢 去循环的 获取这个商品的评论 那么循环的获取商品的评论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是从1对吧 便利到total加1 其实呢 从1开始便利啊 就产生一个1到total comment之间的一个列表 进行便利 那你便利出来的第一次呢 它就是1 那我们在这里面干嘛呢 获取被评论的商品呢 ID 我们说在页面上最终产生的这些名字啊 每一个商品对应的这个名字 它呢就叫做SQ效线1 SQ效线2 SQ效线3 那我在这里面呢 我根据这个名字 我就可以呢 获取它对应的值 就SQ1 对吧 S K2 哎 这些东西啊 我每一次便利 我就可以把这些值呢 轮环的给它获取出来 那么这个名字对应的值是什么呢 对应的值 它是一个商品的 ID 那么我拿出这个值之后 我就知道这条评论是哪个商品的 评论啊 然后下面呢 我们继续呢 获取评论的内容 获取评论的内容呢 那么SQ1对应的评论内容呢 就应该是它下面的这个 Content 1 SQ2对应的商品的评论呢 就应该是这个Content 2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 继续的去接收 对吧 我每一次拿出SQ1之后 我就紧接着获取它里面的Content 1 然后呢 获取它评论的内容 那么这个东西呢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它返回一个空 啊 返回一个空 那么这样的话 你拿到了被评论的商品的ID 也拿到了评论商品的内容 我就可以呢 把它添加到我们的这个Oder 故事里面 那么关于这个Oder故事的话 就在我呢 去查之前 我要把它查出来啊 查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 从它里面查这个Oder呢 等于我们这个Oder 并且呢 商品的ID 也等于这个商品的ID 就把它对应的这个Oder故事的信息呢 给它 拿到 那么 但是呢 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是做了一个处理 直接呢 让它 不管它 继续呢 看下一个啊 继续看下一个 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对吧 我们就要把Oder故事里面的这个评论呢 给它改成我们接收到的这个评论 去做一个保存 这里面呢 其实啊 这里面循环在做的就 循环获取啊 循环 那么获取 定单中 定单中啊 商品的评论啊 商品的评论 内容 好 这里面呢 其实就这样获取啊 你主要呢 就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每一个商品对应的这个名字呢 它是不一样的啊 是SQ123往下除 那么你便利几次 我就应该有几个啊 在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去拿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也应该去相应的通过便利呢 把对应的值呢 给它找到啊 没找到一个之后 你就拿到一个商品的ID 然后呢 紧接着再获取它对应的评论的内容 把它呢 复制给我们的这个 Oder故事的comment 然后呢 做一个更新 那么这样的话啊 我循环便利完之后 我这个订单里面商品的所有评论的内容呢 就已经获取到了啊 获取到之后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把我订单的状态呢 改成5 代表呢 它是已完成 最终呢 把这个订单呢 进行一个更新 然后呢 跳转回这个用户的订单页面啊 订单页面 OK 这里面呢 那是我们这个订单评论的流程啊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呢 去做一个操作啊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 下一个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去写上这个内容 对吧 你比如说在这里面 评论一下 点击评论 那么这里面呢 是不是就已完成了 对吧 它就已完成了 那么这是订单里面 只有一个商品 假如说订单里面有两个啊 我们再找一个两个商品的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要买一个这个草莓 然后呢 我再去买一个其他的啊 加往下 再买一个这个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点击去我的购物车 在这里面点击选择支付宝 然后呢 进行一个相应的支付 好 这是这个页面啊 然后在这里面去支付一下 把这个登录 这个环境 这个账号呢 给他拿过来 然后呢 放到我们这边 输入这个支付密码 好 那么输入支付密码呢 点击登录 好 登录住 对吧 支付 OK 那么这边支付成功 并且呢 点击确定页面呢 实现一个刷新 然后呢 我要去评价这个订单 对吧 点击 去评价 哎 这里面呢 就应该有两个数框 对吧 看到就应该有两个数框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你这个 整个订单的创建时间 订单面好 还有它再评价 这里面是 这个商品就应该有一个对应的数框 这个商品呢 也有一个对应的数框 我们在这里面呢 你右键 查看网页的原代码 你就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 第一个商品对应的数框 它的名字呢 叫做SQO1 对吧 Value值呢 是它商品的ID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 输入框的名字呢 就叫做Countain的1 好 下面这些呢 它的名字呢 就叫SQO2 对应的值呢 也是这个商品的ID 对应的名字呢 就叫Countain的2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呢 输入这个内容 你在这里面 输入这个评论的内容 好 那么 然后呢 输入这个评论内容 你在这里面呢 点击提交 这两条 这些评论的内容呢 都会被提交 那我们到我们这个 里面呢 我们就循环的 把它内容呢 给它获取的啊 获取到保存在这个 表里面 就在这里面点击提交 好 这些评论呢 都会被提交啊 点击完成 对吧 那么现在我找到一个商品啊 比如说找到这样一个草莓 那么在我们的 详情页面上面呢 是不是就应该有个评论 你点击呢 就应该跳到这个评论页面 对吧 但你看到啊 现在是我们是不是紧接着 在详情啊 下面呢 就显示这个评论 这评论呢 一开始到这个页面 应该是这个商品的 详情这个评论呢 是不做 显示的啊 那么怎么做呢 就可以呢 写一段GS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 详情页面 在详情页面上呢 我们看到 那么 在这里面呢 这一部分呢 你注意啊 这里面是我们商品的 一个介绍 这样的一个LI对吧 还有一个评论啊 那么我就给他呢 起上一个ID 这个ID呢 我就叫做啊 Tager Detail 代表商品的一个 详情 好 TagerDetail啊 详情 那么再往下呢 这里面 它也有一个名字 它的名字呢 叫做我们的这个Tager Comment呢 代表它是一个评论 好 下面呢 这里面呢 每一个显示呢 我也是呢 给它显示这样一个内容 ID 叫做Tager Detail啊 TagerDetail 这个呢 叫做Tager Comment啊 Tager TagerDetail 好 那么下面这个也起一个ID 它的名字呢 叫做Tager Comment啊 代表它是评论 并且呢 它默认呢 应该不显示 我给它显示一个style 等于这个 Display 等于这个 No啊 等于No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现在你再去刷新这个页面 你就会发现 是不是之前这个详情 那现在我一点击这个评论的话 它就应该呢 把这个详情不显示 把我的评论内容呢 显出来 并且你注意啊 这里面 谁加 加上类咒呢 它的边框会变绿 对吧 代表它处于激活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给它加上一个class等于 Active啊 那么在下面 你就可以呢 去写一段GS代码 好 写什么代码呢 我要去绑定它的点击 事件啊 就直接 $ 警号 Tager.net 点击的时候 click 好 你点击的时候呢 点击它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 把评论的这个类呢 给它移除啊 不让它有这个东西 对吧 到了 然后呢 点 到了啊 警号 警号啊 Tager comment 直接把它的类给它移除 样式叫做remove啊 class remove它上面的这个 Active 然后呢 我本身要加上这样一个 Active 啊 就是 dollar this 点 add class 写上一个 Active啊 add class 写上一个 Active OK 加完之后呢 那么本身你点击这个详情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呢 就应该显示 这个呢 就应该 不显示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根据它的ID呢 让它 显示啊 就直接在这里面 dollar 警号 警号 警号谁呢 它 进行一个 显示 好 下面的这个评论内容呢 不显示 那么就直接把它改成我们的这个 dollar 警号 table i comment 呢 隐藏 对吧 反过来 你同样的道理 绑定它的一个点击 事件啊 你点评论的时候 对吧 我们那就可以呢 其实在这里面把这个东西改掉啊 点击评论的时候 对吧 这里面呢 就换成这个 评论啊 就是take a comment啊 comment comment 好 你点击comment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把这个 detail的这个class呢 给它 去掉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面把它改成它 同样的道理 我下面的这个 comment呢 就应该显示 上面的detail呢 应该 不显示 对吧 不显示啊 嗨点 嗨点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啊 在这边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哎 刷新完之后呢 你在这边 比如说它呢 是这个商品的详情 对吧 我一点评论 是不是评论出来了 我一点详情啊 它回来了啊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啊 就是关于这个评论 它的一个显示啊 它的显示 OK 那么这块呢 就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 商品 它的订单里面 订单评价啊 它的一个内容啊 这里面呢 对应着一个页面 get呢 是提供评论的页面 那么这个 TOS呢 是进行评论的一个处理啊 一个处理 好 这样的内容啊 没有目的是 有趣的目的是 谢谢大家